很多人說沒有證據 不能講這個 我就一直跟蹤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對中國的將來 非常之重要 因為尤其是在北京發生的 還有你知道北京的事情 對我們香港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別的事情沒有留意 這件事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 我前天去跟林曉玉 我以前的房東 我跟他開了個會 他請我吃了一頓飯 他就是所謂病毒學的博士 而且他以前負責的那個醫院 就是特朗普總統去的那一家 在華盛頓叫做Walter Reed Hospital 很出名的 他是病毒專家來的 真是專家的專家 他對這件事非常了解全世界的病毒 那時候閒麗夢在香港飛過去美國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訪問他的 他在政府裏面 就是在美國整個情報系統裏面 就很有地位 就是在這方面 病毒方面很有地位的 那我就跟他談關於北京這件事 他說 這些專家說話 他說 北京不是只有Omicron這麼簡單的 北京有四種病毒 同時發生 一個就是Omicron 一個就是流行性感冒 現在就是剛剛 21次的流行性感冒 然後還有兩個 我記不到了什麼 不過就是變種 那樣那樣 現在外面有一種叫什麼狗 什麼什麼 不知道什麼天狗 什麼東西的 就是差不多四種病毒一起下 所以這個問題呢 我跟他同樣得到一致的看法 中國這次死人呢 這次就是可以說 由實際不是11月開始的 由20大 20大是多少號呢 出來查一查 由20大還沒開始已經爆了 12月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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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0月已經爆了 那他中共怎麼樣呢 就是拿所有醫院 北京的醫院封鎖 其他地方也封鎖了 整個新疆也封鎖了 西藏也封鎖了 內蒙也封鎖了 不讓那些人去旅行 接著拿所有北京裡面 譬如這間醫院裡面 有患者 那些人也不舒服 當然是看醫生 那些疫情那些都是入醫院看醫生 他拿整間醫院封鎖了 不讓那些人出來 那醫院裡面呢 就爆到七彩這樣 所以這件事呢 由10月 就是20大 就是由10月那時候呢 已經在裡面在爆 但是呢 因為它封鎖醫院 共產黨最厲害的了 封鎖家 封鎖大廈 封鎖小區 封鎖學校 這次呢 就封鎖醫院 整個北京 不是在說什麼 所以就有個高幹出來說 他帶了他的親戚 那個高幹差不多是 可以說是差不多是 就是 副部級 在北京 中央啊 副部級 他帶著那個醫生 去了三間醫院 裡面停屍的那些 就是那些鏈房的 鏈房 他說根本就爆了 放在整間房間 那時候 那時候 他去那時候 就是已經是二十大之後了 就是10月底了 那就已經是爆了 所以整個北京 我和林曉育博士談完了 Shirley你認識他了 是嗎 嗯 認識嗎 是 是 你有空要做功課 他有很多廣播 專門人家訪問那些病毒 就是他是專家來的 是博士來的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了 就這樣 我和他得到的共識 現在還有接下來的春運 你知道了中國 一月開始 那些人開始要回家了 回鄉下 接著一月底就是那個 那個春節 就是家人的所謂團聚 這件事整個 起碼北方 長江以北 長江以南好些 就是廣東啊 深圳這邊好些 因為天氣暖了 沒有這麼嚴重 但是長江以北 嘩 嚴重到你沒辦法想像 所以我們估計 不會少過一千萬人 不會死少過一千萬人 分分鐘還可以 而且一波一波 講不停了 你說我們香港搞了這麼久 哪裏停過呢 昨天又說 又說什麼 差不多一萬五人 一萬五人是報的 未報的那些 你起碼要多加一萬人 那你說這件事多久 要拖多久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 整個中國不是只是醫療系統 整個中國的政府系統 全部都停了 你猜那些醫生不是人嗎 護士不是人嗎 那些在醫院那些實習生不是人 每個人都是人 他們又會惹到 又會怕惹到 所以政府裏面 整個政府系統 警察系統 你說什麼系統都是 你說什麼都是教育系統 全部整個中國 基本上停頓 那你想一下 那些長江以北很冷的 尤其是長江以南都很冷 為什麼呢 它那些屋 它那些屋那些牆 外牆當中 沒有那個所謂 沒有一個隔層的 在外國建樓 就是外牆對著街那個共場 兩層磚頭 中間要擺那些發泡膠 或者擠那些發泡膠 那些東西 用來隔冷 就是好像好像保溫 可以保溫 夏天還可以可以隔熱 但是呢 我們香港 他們基本上就是 長江以南都學了我們香港那套東西 完全沒有隔的 而且北方都有很多 長江以北都有很多 是跟香港做法 玻璃是單層的 那些牆呢 就是單層的 那些牆 摸下去 就是外牆 不是說內牆 就是對著街那個牆 平常你摸下去會快冰 那樣的 冷到不得了 那它就敲暖氣 那些暖氣呢 就是靠冷氣倒轉行 冷氣倒轉行的那些暖氣 是非常之有限的 根本就暖不了 去到20度左右 尤其是這麼冷的 那些牆 那些牆 對不起 整間屋這麼冷 你要暖回那間屋 根本就是那個冷氣 已經那個所謂冷暖氣 家裡的冷暖氣已經超乎了 經常都用那些暖爐對著 是沒有用的 暖爐 而且那個暖爐 製造到那些空氣很乾 那些空氣一乾 去到喉嚨那裡又乾了 那形式容易感染 一乾了 喉嚨一乾乾了 變成沒有一層那種膜 沒有一種膜 如果保護著我們那個喉嚨 就馬上吸收進去的 馬上就被它破傷 就是那些病毒 就很容易在 到了你那個喉嚨那裡 或者在喉嚨那裡 就進去 就非常之危險的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看法 這次呢 我看它死了多少人 當然 當然 我們香港人 就是不太同情他們 就是整件事都是它自己搞出來的 一會兒又說 武漢病毒是它搞出來的 遲暴是它搞出來的 搞到全世界壞壞 這樣 接著又說不會進來中國 接著又進去中國 我們香港也是 被它封了那些生意 那些生意就是一塌糊塗 撿了多少粒啊 撿一粒撿到驚驚人 它這次 這次會死過千萬人 只是在大陸 只是在大陸會死過千萬人 結果是什麼呢 你不要忘記 而且這次死得最多的人 可能是北京 因為它在二十大之前 就是已經封北京 而且死的那些是什麼 那些高官 紅二代 官二代的那些家 在家裡 這件事情 是有仇報的 這件事情 他們對共產黨 對習近平是有仇報的 所以大家看著 這件事情是有政治後果的 不是一個健康問題來的 完全是政治 為什麼我這麼關心這件事呢 我就看了 真是個個都看 誰會把習近平下台 或者要求改革呢 哪個要求改革呢 北京是關鍵 記不記得 那時候北京四通橋 那時候 登了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北京那些學府裡面 它現在解散了學校 逼那些學生回家 但是北京 這個 這次 就是死人 就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說自由 民主 那些事情 很遙遠的 但是我家裡死了人 我父母死了 那些是對中國人來說 這些是仇恨來的 這些是血海深仇 那它對你 就不是普普總統 而且呢 那個經濟就不用說了 北京我清楚 北京我呢 我還有兩輛車在那裡 還沒空處理 我買衣服 那些冬天衣服 現在大部分都是在那裡 所以我來到這裡 我經常要買衣服 我北京蒙古都有衣服的 就是有地方 我住的 就有衣服在那裡 完全 大禍到你買了 樓價跌到一塌糊塗 那些所有的生意 和上海一樣 撿到一塌糊塗 就是和香港也是 那些什麼生意什麼生意 沒有了生意 這個問題 人們看在眼淚 親歷其境 身受其害 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對接下來 3月8日好像那個兩會 人大和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兩會的時候 一定有事情爆發 一定有人提出拜託習近平下台 甚至會有人提出要共產黨下台 我現在就是在看這件事情 現在到3月 現在是12月 接著1月、2月還有差不多80天左右 8、90天 這場戲就好看了 全世界看著 他們就沒有看那麼遠 我就比較看遠一點 這個在兩會那裡 三月的兩會那裡 肯定會爆發 沒有可能爆發 除非他延遲開 否則這件事情一定會爆發 習近平清清楚了 他現在爆發出來 完全清楚了 二十大是他壓住的 為什麼用那麼多軍隊在街上 就是不讓那些人傳染 逼著所有的 很多高幹的 北京的醫院裡面全部都高幹的家裡 北京人 你知道了 那些官嘛 那些家裡的老人家就出去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說 清華大學都死了十幾二十個教授級的人 全部出名的 那些清華大學那些人又去差不多同樣的那間醫院的 就是他們學校自己有醫院嘛 一去去到那裡 被人鎖在裡面 那麽就在局面爆發了 就是裡面的內部傳染 醫院的內部傳染很厲害的嘛 那你變成了醫生 護士 實責院 那些醫院裡面有些清潔工的嘛 全部都惹了 這件事就是嚴重了